中国文旅部日前公告将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 萨门市旅游协会也已经向陆委会提出障碍的申请 从18到20号到金门采线 对此陆委会表示审查正在进行中 不过陆委会也指出了两岸的观光障碍在于中方 目前只小部分开放游客赴金马 双方的观光立场相当大 重现八岁流炮发射过程 不少人到金门游玩一定会到访石山炮镇地 观赏具有占地风情的炮操表演 不过镜头转到街头 看得出游客零零星星 金门业者引颈期盼观光复苏 随着中国文旅部日前公告 将恢复福建居民赴金旅游 似乎引来曙光 厦门市旅游协会 一向陆委会提出申请 希望十八至二十号到金门采线 陆委会表示相关机关正在进行专案审查 将竞速完成 不过陆委会也再度指出两岸观光障碍 在于中方目前只小部分开放游客赴金马 并公布到十一号为止 中国团客申请了三团三十二人到马祖旅游 但实际入境只有七人 个人旅游部分也只有十人 我们的开放作为是比他们大得多 今年以来到八月份就十三点八万的团客 大陆到台湾来的团客是零 大总统分享重读台湾人民自救运动 宣言心得对中共不假辞色 前一天他也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 中国恢复台湾文旦进口 但只限特定城市 且没有经由双方合作的检疫平台 是利用特殊化的经贸网来分化台湾 不利于建立台海往来互信 陆会主委邱璀正同样喊话中方 别再透过农产品进行分化统战 涉及检验部分 两岸主管机关仍应由协议平台进行讨论 以保障农民诚意 这边是陈昌伟长龙想 台湾报道